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昨晚美国感恩节假期 加上现在投资者方面 在假期时值观望气氛浓厚 所以港股方面成交十分薄弱 成交方面不足400亿 大致早段低开只有276点 之后在43分钟里见到今天的高低位 高低位方面今天是215点 下午走势较牛皮 波幅不足100点 恒指收市价17689点 下跌了246点 成交方面只有395亿 留意下 今天来说星期五 有自财TV进阶版 如果大家想知道有什么可以炒的 有什么可以选的 看自财TV进阶版 好 我们现在先看大市走势 今天大市方面来说成交真的少了 不及400亿 所以现在大家做买卖来说留意到 有时阴阴下来说 有时阴阴下来说 现在大市方面 走势方面是否真是淡呢 我们从两方面去看 从自己 内在 外在方面 内在是说香港 外在是说环球故事 内在方面来说 香港自己本身看到走势方面 向下走的 平均线 你见到现在未有收窄的迹象 还有未有打横的迹象 你要收窄 再打横才有机会做好 所以香港这边暂时见不到 你说外围方面来说 看回美股 美股方面 平均线都跌破了 看向下走法 金融时报指数英国 都是向下 平均线见得到 德国法兰克福 都是向下 上海方面综合指数 都是向下 日经方面是怎样 都是 所以外围方面整体上都向下 所以香港这边来说 要做好来说都难了 因为整个市场的趋势都往下走 平均线你见到是跌破了 MACD 看看这部份 MACD来说主线方面 红色这条到0的楼下 树状图来说都是0的楼下 换句话说是双红 跌势方面来说 会再持续和幅度会更大 这些留意 你说短暂的支持位多少 短暂方面预计这道路 这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阻力位 阻力位方面是17,997点 17,997 支持位多少 用这个位置计算吧 支持位方面 17,172点 17,172 暂时来说 在这个范围上 你说做买卖有什么可以选 今天我们自财TV进阶版 都有东西选得到 不过你要留意下 TV进阶版 其实大家近期有没有留意到 窝卵成交 多了人做的 成交两方面 去到四成以上 所以大家来说 做窝卵买卖来说 现在可以留意下 留意下这个课程 窝卵投资班 我们在12月6号开课 如果大家想学得更精英 在窝卵买卖里面 留意下这个班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